共产党就是把世界上 罗马时代留下的宗教和政教统一的 人类上统治的结果和遭伯 把宗教统治给所谓四俗化 产生了今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教思想 他们从来不相信上帝 他们相信那个上帝是个故事 因为他们无知 他们不相信人有生灭 但是没有绝死 死即是生 生即是死 人是不死不灭的灵魂 所以只取决于当下 玩弄于当下 这才是邪恶的邪教的本质 不管他变了什么脸 最后都是统治 统治的化身和掠夺的化身和虚假的化身 因为他不相信未来 他不相信神 他没有信仰 最后让别人信他 这是统治的欺骗的 骗局的黑暗的结果 我们新中国联邦人 第一个宣言当中 我们要求信仰的自由 我们看透了这一切 我们站在了人类的历史上 地球的十亿年以上的高度 我们看到了世界上 所谓的宗教崇拜 个人崇拜 利益崇拜 和谎言的崇拜 对人类的灾难 我们的觉 我们的醒 我们的物 我们的找到真相的空 看到这些人都是垃圾 看到这些事情都极为的无知和幼稚 就像看到现在短暂的总统选举 这个丑闻 远远不能和病毒相比 因为病毒才真正的灾难是黑暗 正义和邪恶之战 是这次美国选举 一个具体的体现 更重要的事情是病毒 和对全人类的威胁 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思想 和有信仰的西方世界的对决 这绝对是终极之战 而且我坚信不已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一定是光明战胜黑暗 一定是正义战胜邪恶 一定是共产主义被消失 共产党一定完 它已经完了 马上就完了 未来的金融系统 你想想这个G翻身Gclub 今天G翻身上线的事 大家一定会看到 它不是翻身 你千万别把它看成翻身 翻身绝对不能走这个量 我们只有不够卖的产品 绝对不能有卖不完的产品 绝对不允许 我希望的是 真正的这东西都是战友买了 因为它的价值是文化 是唯一性 通过这个G翻身 现在我们达到了一个最核心的目的 战友们 你买的是一双鞋 实际上给你自己买来了一个未来 为啥我要这么说呢 因为G翻身是第一个让我们的Gcoin成为流通性货币的合法性 它的价值是合法性 你买一个包 已经让咱们Gcoin成为合法的流通货币了 就这么简单 严格讲 每个战友你动这四手足 今天你下了单 就是给Gcoin Gdl的未来 下了一个合法性 这就是齐克的智慧 我不在乎G翻身卖多少 G翻身卖一百件 卖一千件 一万件 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 G翻身的作用 它必须是中国人的时装界的一个新的标杆 不抄 不copy 完全原始创造 要把中国人北魏之风重新拿回来 把西方的所有的这个抄了中国人的时装艺术叫回东方 把时尚艺术回到东方去 第二个 它是未来G系列的一个翘板 另外一个我不能卖量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供应有信仰有理想的灭共者 我要把它变成未来都成为古董文化用品 深长 但是未来我们想不走量 我们战友的新中国联邦和灭共后的成功 那这个量都是巨大的